有调查研究结果表明 爱聊天和八卦的人 可以减少精神压力 减压后心情更愉快 身体更健康 不专门刺探别人隐私 但聊聊相关的报道 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现在 爱八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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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卦卦卦卦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明 想要重复收听明明的节目 欢迎登陆YouTube频道 搜索德州中文台 来收听我们现场直播 以及播出过的节目 在这个10月刚刚开始的 第一个星期 有很多的大事情发生 那么在全世界人们 都在关注的有关 诺贝尔奖的得主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在这一个礼拜呢 就会有2021年的 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率先的揭晓了 我们美国的科学家 大卫朱利耶斯和阿登 这个帕塔普蒂安 在发现了温度和触觉感受器方面呢 因为杰出的贡献 获得了诺贝尔奖 所以在这呢 也是恭喜他们两位 那么由此呢 2021年的诺贝尔奖周 可以说已经正式的开始了 作为全世界最有威望的 医学研究奖项之一 从历年的诺贝尔生理学 或者是医学奖的 这个获奖名单当中 就可以看到 我们近百年来 整个人类的医学发展 所取得的这些 重大的一些成就和成果 以前说呢 人生七十古来西 就是说在早年的时候 一个人活到七十岁 都是很难的 或者是很不容易的 可是现在呢 放眼望去 我们身边很多人 大部分的人 这个活到八十岁 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 那活到九十的 也是大有人在 过了百岁的呢 在我身边 都会认识一些 这样的朋友 所以这些都是和我们 全世界的医疗工作者 这些重大的一些 这个医学技术的进步 是息息相关的 那我们说 今年获得这个诺奖的 这个感知世界 感受温度和压力的 这个发明 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情况呢 有关诺尾奖的 这个官网说呢 我们人体啊 要能够感受 这个冷热 还有触觉的能力 对我们的生存 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我们和周围 世界互动的一个基础 所以在平常的生活里 我们大概认为 这些感觉都是理所当然的嘛 但是这个过程 这个神经冲动 是怎么启动的 我们是怎么感知到 这个温度和压力的 居然是我们知道 又不完全知道的 所以今年的 这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实际上是为我们解决了 我们知道它 又真正的是知道它的来源的 那么大卫朱利耶斯 利用辣椒素 一种来自辣椒的 刺激性化合物 也可以引起这个灼热感 来识别皮肤神经末梢中 对热有反应的传感器 那么这个阿登 这个帕塔普蒂安 使用这个压敏细胞 发现了一类新型的传感器 可以对皮肤和内部器官中的 机械刺激做出反应 这些突破性发现 启动了密集的研究活动 使我们对神经系统 是怎么样感受到 外界的冷热和机械刺激的理解 迅速的增加 大家大概乍一听觉得 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 或者是说 这冷啊热呀 我们本来就知道啊 这个被东西掐一下 你也会疼 这有什么稀奇的 研究出它的这个机理 又有什么作用呢 其实啊 我想如果你了解一些 医学知识 或者是说 你有家人曾经接受过 先进的一些医疗 这个技术的治疗 你就会知道呢 所有的这一切是多么重要 比方说呢 咱们休斯顿就属于 这个美国的 这个医疗技术先驱的 这个大城市之一啊 我们著名的 Medical Center 也是我们整个 休斯顿的一个 非常重头的经济来源 同时也是全世界的一些 这个人生了重病 或者是有特殊疾病的时候 会特意飞来 咱们休斯顿来看病 这就是因为 比如说我们有 MD Anderson啊 我们有一些先进的 一些治疗的这个方式 或者是新开发的药物 在这个Medical Center里 集中了一些 顶尖的科学家们 会研究一些新型的药物 新型的治疗方法 当然有一些 已经在市场上 或者是说在民众当中 铺开使用了 但是还有一些 在研发过程当中的 那对于一些 晚期癌症患者来说 有时候 你只要有一线生的希望 他们都是愿意去做 这个尝试的 那我就有身边 认识的朋友 非常幸运 他们尝试了这些 还没有最终 这个到市面上 发行的新药 就及时的 控制好了 自己的癌症的状况 然后呢 已经超过了这个 五年的生存期 现在还是 好好地 健健康康地活着 那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 诺贝尔奖的 这个感知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说 你知道它 发生的原理之后 你才能够开发出 很多的 相应的技术 比如说疼痛医学 这一块 在休斯顿 在美国 就是比较先进的 我们知道 其实人类 有时候面对着 生死存亡 这件事情 也变得非常的无奈 得了很多的怪病 或者是家里人 发生之后 你才了解这种疾病 然后有很多的疾病 即使是现在 这么先进的科学技术 也只能够是控制 或者是说 没有办法 完全地去治愈它 包括像癌症 这种晚期的疼痛 非常的折磨人 人还没有到了说 你一定要走的地步 可是这种疼痛的煎熬 这种生不如死的痛苦 真的是 只有体会过的人 或者是你的家人 发生的时候 你才知道 这是多么的可怕 但是我们美国呢 有一个专门的学科 叫做疼痛医学科 它就能够通过 知道 比如说你这个肿瘤 其实包括很多的疾病 像肿瘤 后期它不一定是都要切掉的 因为有的人年龄太大了 或者是说已经有转移 而且这个肿瘤也有个问题 切了一个 它有时候会让其他的迅速地发展起来 所以有时候 这个手术切除 不一定是第一选择 或者是说更好的选择 有很多人可以带瘤生存 也可以过得像正常人一样 所以这个过程呢 就是说这个瘤带着生存的时候 让它不影响你的生存质量 最起码不能疼啊 可是有的时候呢 有一些疾病就是带瘤生存也好 或者是手术过后啊 造成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身体的一些疾病 人就是会痛啊 你经常会痛 这个痛真的是很可怕呀 这个跟上酷刑是没什么两样的 可是先进的这个疼痛医学 就能够在你 比如说你疼痛的这个位置的 这根神经 它找到这根你疼痛 让你疼的这根神经 在这个神经上装一个小小的东西 据说好像是在皮下的 那么一个小小的东西 装在这根神经上 就像个小小的泵一样 然后它就能够 在你的这根神经上起到作用 就麻痹了这一小根神经 并不影响你其他的活动和感知 就是让你疼得这根神经麻木了 立马就不疼了 哇我就觉得 以前有一个朋友 曾经来去做过这个疼痛治疗 甚至我知道在中东啊 一些有钱人 你再有钱 在这个看病这个事情上 你没有技术也没有用 所以我听说呢 这些中东的富商 也是专程坐飞机到休斯顿 就是为了这个疼痛医疗 就是在这根神经上放这个东西 你不要小看这一根神经 这个技术 这个是非常先进的 而且是要医生有很好的经验 才不会这个放错 或者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这是我知道它已知的 这个现在的科学技术 那么这个诺贝尔奖得主的 这个感知神经 冷热 包括这个机械感知的这一套 发生原理 感受到我们人类的这个传感器 它对于未来的医学的贡献 除了这个疼痛医学以外呢 它会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相关的研究出来 所以未来 我们只要能够健康的活着 会看到这个世界 有越来越先进的一些科学技术 辅佐我们有更加舒适的生命 和更加长久的一个寿命 比如说现在的这些佩戴医学 你在手腕上啊 身上佩戴一个手表 可以监测你的体温 你的心跳 你的血压 甚至监测你整个身体的状况 然后一旦比如说你有心脏病 它刚刚发生一点点问题的时候 立马手表就会报警 不但报警给你 然后马上报警给相关的急救部门 你的医生 你的家人 甚至还能够GPS定位你的位置 马上进行抢救 甚至是给你一些warning 让你吃一些这些 这个马上采取的措施 一些药物啊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就可以挽救我们的生命 所以这样的一个 诺贝尔奖的得主 他的一个 一个这个发生原理的创造 可以说为所有的这个 日后众多的科学研究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众多的科学家 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 陆续的开发出 很多新的研究 甚至包括未来 我们会看到机器人 已经取代了人类 做了很多的事情 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 当然我们看到那个 未来什么星际大战呢 机器人把人灭了 或者是怎么样的 这个也挺可怕 但是这个 未来的这个智能化社会 以及机器人的发展 是一个科技进步 和未来的一个趋势 是不可避免的 那我看到日本啊 这些先进的 极端先进的 甚至是变态的 做机器人的国家 有一些机器人的技术啊 我去看过那个展览 真的是让你 这个非常的惊讶 第一呢 有人用这个现代的性伴侣 去解决单身人式的 性生活的障碍 然后就可以买一个机器人啊 这个机器人也好 或者是仿真人啊 然后这个仿真人 皮肤啊 质感啊 美貌啊 你想要什么样的身材 网上都可以 3D去预定啊 就是有你梦想的人 然后呢 这个机器人的安装 这个人甚至可以跟你对话 我将来很害怕 会不会像Alexa一样 我家的孩子 现在没事对着Alexa会聊天 Hi Alexa How are you 然后那个机器人 真的就回答 I'm fine a little busy today 然后小孩 他就会问那个Alexa 就是这个 我不知道大家用过没有 就是这个 这个网络的一个 就是家里的一个声控 你可以用它 点歌 点音乐 定这个timer 就是闹钟 比如说烤个披萨 你订个闹钟 多长时间 Alexa还可以问 天气预报 今天天气怎么样 明天下周天气怎么样 甚至翻译 你说这个 你好 用西班牙语怎么说 什么你都可以问 这Alexa 就是万能的Google一样 那么最逗的是 我看见孩子 跟这个Alexa聊天啊 你知道我们大人 是不会脑洞大开 干这种事的 可是这个 四五岁的孩子 六岁的孩子 会干这个事 哎呀 有一天我就 在这个洗碗 本来孩子在这个客厅 在玩耍 突然就跟着Alexa 聊起天来了 哎呦 这个电脑回答的问题 关键是让我 让我真的很惊讶 它会像个人一样 你首先你看 它有个人的名字 Alexa 这就是一个 一个女人的名字 女人的语音和语气 关键是 它能跟你对聊啊 你问它天气怎么样 然后你问一件事情的看法 它能像一个人一样 而且是个神人一样 人家是背后有 这个庞大的网络系统 无所不知啊 你问鲨鱼有多少种 因为孩子有时候会问我 我都答不上来 这Alexa就能告诉你 鲨鱼有多少种 然后你说我们美国 有什么鲨鱼 我们西海岸有什么鲨鱼 东海岸有什么鲨鱼 它就能跟孩子对答如流 那想想 把这Alexa就装到这个 仿真机器人的这个大脑里 然后能够想象日后的生活吗 真是有的人单身 我这辈子就不想找 我就解决一下生理问题 就买回这么一个仿真机器人 你是要柔顺的长发 永远听你的话 还是怎么样 电脑里一设置 这机器人就全都是 你的忠实的奴隶 然后你说一个人孤单聊聊天吧 天文地理 你是要幽默风趣 甚至都可以预定 哇 有时候想想可能是进步 有时候想想也有点毛骨悚然 但是无论如何 科技的进步就是这样 这个大潮是我们拦不住的 这也可能就是未来 我们孩子或者是孙子 他们将来的一个生活 但是眼下呢 咱们不说这个毛骨悚然的 这个部分吧 我就觉得说 这个科技的进步 我们指日可待的是 他们会对我们的健康 医疗方面 真的是做出巨大的贡献 将来 即使我们还是无法面对 这个一些疾病的治疗 比如说癌症的晚期 无力回天 生命终究是有一个定数 要离开这个世界的话 至少在我们离开之前 能够用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手段 保证我们能够没有疼痛 甚至是能够最大限度的保存 我们一个生存期的生存质量 我想这就已经是 真的是最大的贡献了 所以今年的这 诺贝尔的这个医学奖的这个得主 他们感知世界的能力 感受温度和压力的这一项研究 未来必将在这个领域 带给我们的生活巨大的贡献 所以在这呢 也再次对获奖的人表示祝贺了 好的朋友们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令 稍事休息片刻 欢迎继续收听 今天的爱八卦节目 好听众网友欢迎继续收听 德州中文台的爱八卦节目 我是主持人明令 百年奖项啊 这个诺贝尔得奖呢 在今年的十月份的这个 最初啊就已经揭晓了 我们也恭喜我们的两位 美国的获奖者 那诺贝尔的生理学或者是医学奖 是于1901年第一次颁发的 到现在已经一晃走过120个年头了 那么这120年来 我们回顾过去就会看到 这些奖项真的是标志着 我们人类医学技术进步的 一个又一个的里程碑 在诺贝尔生理学或者医学奖的 奖章上刻着这样的一句话 新的发现使生命更美好 这也是这个奖项真正的意义所在 这么多年来 120年以来 这个奖项的得主都是 每一位都是为人类的科学 医学不断的探索 寻找着对抗疾病的新方法 造福了全世界人类的 这样的一些重大的发明 从1901年的这个贝林 因为这个发明了这个 白猴血清疗法获奖开始 到2020年因为在发现 丙型肝炎病毒方面做出贡献的 这个哈维尔特等等 这些获奖人的研究领域 涵盖了生理学 遗传学 生物化学 代谢学 以及免疫学等等 那么这些发现可以说 让我们人类的生命得以延长 让我们现在得以在全世界人口 你看上去 整个寿命是一年比一年 平均的寿命在高 当然这两年 包括这个新冠病毒的这种大流行 可能会让这个人均的寿命变短 当然这属于一种特殊的情况 天灾人祸 但是眼看着 即使新冠病毒肆虐死了这么多人 但是我们的疫苗的研发 甚至现在有激动人心的一些 新的抗这个新冠病毒的药物 据说呢 这个临床实验也是效果非常的好 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 随着我们熬得住科学技术的进步 我们就可以去战胜这一种新型的这个病毒了 那么对人类来说 在我们生存的这个漫长的这么多年以来呢 是无数个各种疾病啊 这个扫荡人类啊 各种瘧疾啊 肝炎啊 这个要命的病是非常的多 是这些精英的科学家们 他们的研究 可以说是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 一次又一次拯救我们的生命 去治愈或者是说 找到了对抗这些大流行的方法 才让人类得以繁衍到今天 而且寿命是越来的越延长 诺贝尔生理学或者医学奖 这个奖项真的是一部人类和疾病的战斗史啊 那么在随着生活的进步啊 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 得糖尿病的人也是越来越多 那以前在艰苦时代 甚至是在原始人的那个时代 很少有这个问题 可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造就了糖尿病 变成了一种非常普遍的疾病 可是你能想象吗 包括我的亲奶奶 在他很年轻的时候 三十多岁就得一场肺炎 就离开人世了 现在想想这赶个冒发个烧 得个肺炎 这算什么事啊 吃个药啊 抗生素就活过来了 如果是我的奶奶 那个年代有一点消炎药 就有可能还活着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可是那个年代 得一场肺炎 人就走了 然后再早年呢 得糖尿病 也是不治之病 得了以后 就是慢慢的痛苦的死去 直到1921年呢 这个 这个弗雷德里克 这些和同事们 他们就从狗的体内 分离出一种消耗糖 所需要的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 并且他们把这个物质 注入一个患有糖尿病 瀕临死亡的狗的身上 结果就发现 就这么一个注入 这条狗的病情 很快出现了好转 而这种注入的活性物质 就是我们现在 大家所熟知的胰岛素 想想看 现在要是没有发明 这个胰岛素 无数的糖尿病患者 将会是多么的痛苦 而且是会多么的 这个过早的离开人世 现在我们发现 这个胰岛素 已经是司空见惯 而且对于糖尿病人来说 虽然注射起来麻烦 但是对身体呢 没有什么过分的伤害 所以想想 这是多么重大的发现 而青霉素的发现 当然也是非常重要了 就像我说 我的亲奶奶 早年如果那个时候 有青霉素 就会活着呀 会看到自己的 这个亲孙女 我不会生下来 就没有见过我的亲奶奶 因为特别有意思 我爸爸有一张老照片 是我的亲奶奶 我们家人都在说 我简直就是我奶奶的 克隆人一样 就是我奶奶 因为很年轻就气势了 所以她留下的都是那种 很古老的黑白照片 也很漂亮的一个人 我小的时候 就是照了一些黑白照片 哇 看上去 非常的像我奶奶 所以虽然我没有见过她 但是我真的是 很想念她 如果有机会能够见到 是多美的一件事情 所以想想 那个年代 就是没有个青霉素啊 如果说奶奶 再能够活到 这个现代人的这个社会 不管是别人的奶奶 还是亲人 我们得带什么病 一个青霉素 一个什么抗生素的治疗 这个就过去了 我们还可以健康地 继续地生活下去 所以想想看 这个医疗的进步 是多么的重要啊 所以这些诺贝尔奖的得主 之所以会拥载史册 我想他们对于人类的贡献 真的是太让人觉得伟大了 那么在如今呢 疫情当前啊 诺贝尔奖得主呢 可以说都在投身 疫苗的研发 全人类现在都在对抗 这种新型的新冠病毒 即使在美国 这个所谓世界上 最发达的国家 现在医学技术再先进 也拦不住那么多人 不打疫苗啊 然后这个死亡人数 已经突破60万 而人们随着这个死亡人数 不断的这个发展 甚至最近这两三个月 又是突飞猛进的 这十万十万的往上涨 大家已经麻木了 如果这个人不是你身边的人 大家已经对此麻木了 所以这也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的科学家们 是在奋起研究这些疫苗和新型的药物 对于那些不肯打疫苗的人来说 如果说这些治疗新冠病毒的药物 真的像临床实验这么有效的话 我想未来可能熬得住的话 不久的将来 应该是靠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 能够慢慢的控制住这次疫情 那么这一波掠夺人类生命的 这个病毒的大流行 恐怕就会掩齐西谷 或者是最终变成像流感一样 我们每年打一个疫苗 也许会是这个样子 Anyway 我们大概仍会逃过这个又一劫吧 那么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病毒学家 这个迈克尔霍顿 是2020年这个诺贝尔奖的得主 去年呢 霍顿获奖的消息传出的时候 那么阿尔伯塔大学也透露 霍顿当时正率领他的团队 进行新冠病毒疫苗的研发 并将准备推动疫苗 进入人体试验的阶段 那么澳大利亚的知名免疫学家 诺贝尔奖的德者 皮特多尔蒂所在的多尔蒂研究所 也在2020年下半年成功分离出新冠病毒 并且和昆士兰大学 共同合作研究新冠病毒的疫苗 近期呢 这个很多人他们的研究都发现 这个新冠病毒是过去20年中 感染人类的第7种冠状病毒 之前的6种冠状病毒 都是经由动物传染给人类的 而新冠病毒也具有这6种冠状病毒的 所有的特征 所以这个发现也可以说 新冠病毒是通过动物传给人类的观点 是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证据 所以呢 也就直接的通过科学的这个结论 证明呢 这个 这一次的新冠病毒是从实验室泄漏的 是不成立的 这样的一个说法 有人欢喜有人愁啊 这个诺贝尔奖实在是全世界这么唯一的奖项 尽管获奖的人不是唯一 可是每年呢 可以说为世界的医学啊 各个方面做出贡献的科学家也是非常多的 有时候每年最终谁能获奖这个事儿 也挺让人头疼 或者是说那些被提名了最终没有获奖的人 也是挺难过的 其中呢 就有一些非常有意思的 叫做陪跑者 有人就因为32次提名 却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啊 被称作常年啊 这个陪跑者 资深陪跑者之一 他就是因为著作了这个梦的解析 被很多人熟知的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 他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长跑陪跑者 他曾经32次获得这个奖项的提名 但是终生未能如愿啊 终生未能获奖 就成了最资深的陪跑者啊 所以在这也为他难过一下 同时呢 也有12名女性的得主 这个奖项共产生了222位诺奖得主 其中包括12位的女性 得奖的总人数和女性得奖人数 均在诺贝尔科学奖项中博得头筹啊 同时在这个电影各方面的一些 诺贝尔奖项 居然也有一个诺奖的所谓的魔咒 尽管它是人类的最高的一个奖项 或者是说一个评价非常高的奖项 就是获得这个奖项 可以说你的终生的这个巨大的成就啊 是勇在死史册的 但是据说呢 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得主 尤其是在电影方面的 他们在夺奖之后的多少年之内 离婚率是超高啊 所以这也叫做被人戏谈为叫做诺奖魔咒啊 不得不说这就叫做有得又有失的人生啊 不管如何 能够取得这样的一个成就 能够在一个人的一生当中获得诺贝尔奖 这都是非常非常荣幸的事情 将勇在史册 好了那今天的爱八卦节目就到这 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感谢您的收听